防盗门 这是一个普通的住宅小区 住在这里的张老太太是一个胆子很小的人 这天傍晚张老太太亲眼目睹了一桩离奇而又神秘的事 我刚进家门的时候 我就发现我们对门 它的防盗门突然间开了 什么 防盗门在没有人的情况下居然自己打开了 张老太太顿时被吓得不轻 吓得我够呛 我浑身冒冷汗 我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做好 张老太太慌慌张张地拿着钥匙 准备打开自家的门 可是在慌乱之中 她是越着急越找不到锁口 脑海里也不断地浮现刚才那个诡异的场景 满身冷汗的张老太太好不容易进了家门 并立即将防盗门反锁 然后静止走进卧室 躺在床上的她 开始回想住在自家对面的那位女性 据张老太太回忆 住在对面的那位女士才搬来不久 就听说她家的防盗门被撬过 屋内损失还不小 当时还惊动了派出所 那么这次是怎么回事呢 难道小偷知道他们家里很富裕 又下手行借了 还是小偷知道他一个人住 起了歹心 突然张老太太坐了起来 她想到了一个令她后怕的事情 难道不单单是入室行窃吗 巧合的是 就在此时 张老太太清楚地听见门外 有一种偷偷摸摸的声音 还沉寂在后怕里的她 颤颤巍巍地朝门口走去 我呀 正在家的时候 我就听到门外面有说话声音 我冲到门眼瞧了一下 我就看一个男士 大约四十多顺 穿着一套黑衣服 鬼鬼吃水的 那么这位神秘的男士到底是谁呢 防盗门又是怎么被打开的呢 张老太太越想越觉得不对劲 而且也始终想不明白 好端端的一个门 为什么会在没人的情况下 自己打开了呢 难道家中来了记忆高超的小偷 还是另有原因呢 我们都知道 现在很多家用的防盗门 如果真遇上窍门高手的话 他们会轻而易举地把门打开 也许这个过程就在刹那之间 不过 相对于保安条件好的住宅区来说 小偷大多数是不敢进入的 除非被他们盯上 想到这里 热心的张老太太开始为邻居的安全担忧 俗话说 远亲不如近邻 如果邻居家真有什么事的话 他就必须立刻报警 张老太太悄悄地站在自家门口 观察着门外邻居家的动静 谁知 这结果更加使张老太太感到意外 这就奇怪了 张老太太想着 如果要是小偷应该早就出来了 不会是跳窗逃跑了吧 张老太太二话没说 赶紧出了门 帮你快点吧 看见我们对门的邻居 有一个小伙子 鬼鬼祟祟的 吓死我了 赶紧过去吧 看看去 好 赶紧快点 这样快点走 快点快点 小偷小偷 就这 就这 话还没有说完 小李眼睛无意间扫了一下门 结果 这倒让他有了一个重大的发现 张老太太和小李都感到很奇怪 好端端的一个门 连锁孔也没有 如果小偷真的想进来 那么他肯定无从下手 不管小李和张老太太用手怎么推 门就是打不开 两人研究了半天 也没有任何头绪 那么 那位男士 他又是怎么进去的呢 回到家中的张老太太 怎么都想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这可把一向喜欢好奇的她折磨得够呛 越好奇就越想知道真相 于是心里揣着种种一团 张老太太决定 壮着胆子 等邻居回来 就去他家问个究竟 张老太太就这样一直望着窗外 似乎还是没有从这件离奇的事件中走出来 看着窗外 看着远方 张老太太不由地出了神 此时已经是晚上五点钟了 张老太太准备去看看邻居回来了没有 不过 刚走到门口 她又回来了 难道她改变了主意吗 我一抖到这儿 我就想起那个门 我看着特别害怕 但你说吧 我这人啊 很没信 终于都不至少 我想 都是邻居邻居的 我想要搞清楚 你说不搞清楚吧 每天提醒掉男的 担心说看 日子过不好 所以呢 我一想 再去 你好 你是 有这本情况 我是你们家对门的 我看见一个男士 慌慌张张在你们家门口 很可疑 啊 不能呗 我晚上的时候回来看着 家里挺整洁的呀 你说的是不是一个四十多岁的男的呀 没事 对 没错 就是他 慌张在你们家门口 始终是很可疑的 哎 那是我一个朋友 我下午时候不在家 然后他把东西给我送过来了 谢谢阿姨的关系 张老太太觉得 这不问还好 一问就更加糊涂了 怎么家里没人开门 还能进来 再者说 如果要想开门的话 一是没有钥匙 二是没有锁口 到的张老太太顿是觉得 云以来屋里去 阿姨 我家安装的是物联网技术防盗门 你是不是被我绕晕了呀 这样你进来 我慢慢跟你聊 好 刘小姐说 之前家里是普通的防盗门 那天她下班后回来 准备开门的时候 发现门并没有锁 这就怪了 一向很新兮的刘小姐 怎么回不锁门就上班去了呢 半想 刘小姐终于反应过来了 大事不好 可能家里进了小偷 果然 当她走进卧室时 发现满屋狼藉不堪 屋里民间有被刻意翻乱的痕迹 而就在那次 刘小姐的笔记本电脑 手势 柜子里存放了三万元现金 也不一而非 事后 刘小姐立即报了警 她与朋友说起此事 朋友听后便立即告诉她 换成现在采用高科技技术的防盗门 这种高科技防盗门 没有锁口 让小偷无处下手 又不用担心忘带钥匙进不去家门 更优越的是 开门关门全部都可以用远程操作 不管你在海内外 只要拿起手机一按 防盗门就会自动的开启 也可以根据她提示的输入密码和操作代码打开 所以刘小姐后来就换成了这种 让张老太太觉得很神奇的防盗门 我们这个防盗门的平板电脑 遥控器还有手机都可以打开的 按一下这个二号键 它就开了 只要设定指定的密码 我设定了智能门 拨打门就开了 全国各地 只要手机有信号的地方 它都可以打开的 这房特别方便 现在的人太聪明了 用起来又方便 用不着拿钥匙 随着时代的日益更新与进步 那些为科技不甘落后的人们 开始想着如何更好的服务百姓 让百姓能有更高品质的生活和舒适的环境 这个煤呢 跟传统的防盗煤呢 有几点不同 因为传统的防盗煤呢 有专业技术开锁的人员呢 基本上都是 十秒钟 所有的这个机械锁的煤都能打开 这个出现了 它有几个特点 第一个特点呢 万能钥匙是用不上的 第二个呢 遥控器呢 是用了鬼马编制 第三个特点呢 装制了这个煤气销路装置 实际上 这种门就是互联网的一种应用 而这种互联网的应用 让高科技防盗门更加的安全 防盗性能更好 随着科技的发展 从用钥匙开门 到现如今用手机密码 用遥控开门 可谓是科技的飞跃 据我们了解 高科技防盗门 从前最多用在宾馆的门锁 现在随着互联网的普及 已经开始慢慢地进入了家庭 在公安 部队的弹药库 机械库 甚至是银行财务士等等 都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名 可以说它不仅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便利 而且最重要的是给我们带来了安全 2013年10月的一个下午 一辆救护车飞速驶入济南市师范路上的济南军区总部院 进入大门 他没有坐任何的停留 直接停在急救中心门前 魂聚前来的医护人员迅速将病人推进抢救室进行抢救 随着的120医生告诉急诊科的医生 这是一位60多岁的女性上消化道大出血患者 医生们的抢救工作马上展开 紧急对证检查 疏疑啊 连接监护仪 创建疏疑通道 紧急邀请消化内科主任会者 时间在一分一分过去 患者的生命好像也在随着时间的流逝正走向哭泣 他还能醒过来吗 这个病人因为凡府的欧雪和黑变 是到我们这里进行急诊的 这里是济南市内的一个企业小区 小区虽然略险残旧 但生活设施却很齐全 也很安静 孔阿姨跟他老伴在这里居住多年了 孩子们都大了 在外地也不需要他们操心 剧场孔阿姨就是拉着小车 跟老伴一块出去买买菜 溜溜弯 跟街房们唠唠嗑 老两口生性开朗 买东西的时候 还走跟小贩们拉拉家常 一切都显得安详幸福 但其实疾病的阴影 已经在慢慢地冷罩着这个家庭 只是他来得很突然 让人一下难以从幸福的生活中回过神来 这天 孔阿姨买完菜 回来喝一袋牛奶 就开始在厨房跟老伴一块忙碌起来 但突然他觉得想呕吐 于是他连忙往厕所走过去 还没有走到厕所门口 他就呕吐出来了 他连忙用口袋里的纸接住 一看是红色的血 我喝了一包从冰箱里拿出来的奶 喝了一包 喝了以后 我感觉这个胃和肚子不舒服 特别不舒服 不舒服以后我就 要想往上吐 我喜欢吐 到毛房吐吐去吧 吓哄吓哄吓的 吓得我 吓得我不得了 我就叫他吐吐 我说你过来看看 怎么回事 他说那个喝了一包奶 有点凉啊 他说 就是把这个血管刺激得破了 因为孔阿姨每天都爬山锻炼 也没有什么不舒服 又考虑到是喝了冷牛奶 出血后来也停止了 因此孔阿姨自己和老伴都没有往多想 老伴只是扶着他去社区医院看了看 但是我也没胃嘛 他也不说 也没觉着很厉害 没就是从思想那没认为 才是个这么厉害的这个病 老师认为就是说嘛 和良牛奶想吐 一吐到一欧 把血管枪破了 老师怎么个人认为啊 出血止住了 老两口的生活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孔阿姨继续每天跟老山友爬千佛山 而老伴觉得一袋冷牛奶就可以将血管呛破 说明孔阿姨的抵抗力太差了 为了增加他的抵抗力 他又将多年不练的太极拳练上了 还特地的拉着孔阿姨一块练习 想通过练习太极拳增加他的抵抗力 在太极拳的一招仪式中 那冲血的经历似乎重现被老两口淡忘 我平常没什么病 我就觉得天天跑山 要是有病的话就没劲嘛 我不会跑山了嘛 没有什么也没感觉 一点也不知道这个病没重视 他什么他也没说 他就止住了就让我回来了 病魔就是病魔 他不会因为你想忘记他就不来骚扰你 这天午睡后的孔阿姨刚起床 突然觉得那似曾相识的不安感又出现了 他又想吐了 他连忙叫上了老伴和着他去了厕所 进了厕所 他的不安感就应验了 他又吐血了 而且还不少 有一小盘子 于是老伴赶紧带着孔阿姨去犯人 这时候我就害怕了 我就问他 我说他这是什么病情造成这个情况 他说是美美高压 美美高压 我说什么叫美美高压 这几个字怎么写味 我说这美美高压怎么引进来的 这么着 他就说是 你做肝硬 你做肝硬 有硬化 他就做肝硬纤维啊 还没有思想认识到这个病 没点知识 但是知道 肝硬化了 肝硬化 门脉高压 经历过这次吐血后 孔阿姨和老伴 知道了这个疾病的严重性 再也不敢大议 医生告诉他 孔阿姨的食道静脉 已经有了曲张 很容易破 而且跟定制炸弹一样 只要破了 就会出血 因此 不能够吃硬的食物 只能吃软的 于是 即使是做面条 老伴也会做得很烂很烂 连里面的青菜 也要煮得融化 才给他吃 就吃得软的 吃得细的 喝些饭去 吃得软 吃得细细的 这什么锅饼 烧饼 煎饼 这个都不能吃 小米粥 就吃得细的乱的 小米饭 小米粥 吃个馒头就会过年似的 哎呀 真好吃 馒头 成天天光喝得细的 光喝得细的 你想想 即使这么注意 但孔阿姨那时道里的定时炸弹 还是隔几个月就要爆炸一次 每爆一次 她就要吐一次血 那时的她已经完全不去爬山了 也不再练习太极拳 即使爬个二楼的楼梯 都要喘上半天气 脸上已经完全没有血色 老伴为了让孔阿姨有点安慰 也让自己好受点 特地买了一个红色的窗帘挂上 光清透过红色的窗帘照进来 多多少少给孔阿姨的脸上 带来了一点点的血色 但其实他们老两口明白 这仅仅只是安慰而已 为了给孔阿姨治病 他们两人又跑了多家医院 但都是当时有效果 只入血不久就让出院了 在这期间还经历了皮切除 但依然没有大的效果 无奈中 孔阿姨的老伴听说外地 有一家中医院可以看这个病 她又专程跑去拿了很多药回来 每天按着说明熬给孔阿姨喝 她带着我骑了一次 坐长途车 骑了一次 一开就是一个月的月 一个月她也不给你分装 一大麻袋 一种月 一麻袋 这种月 一麻袋 那种月 一麻袋 捡起钱弄起来 就一大麻袋 我记得一气 是吃了半年吧 在吃的过程当中 就又变血了 又变血了 我说吃着还变血 吃着干什么用呢 我说是 孔阿姨有一个独生子 那时候她刚刚结婚 病重的孔阿姨 并没有因为儿子结婚成家 而带来半年的幸运 因为她悲观地认为 因她现在的身体状况 她看不到将来 也看不到孙子出生的那天 虽然老伴在旁边 时时安慰着她 但她依然看到希望 我能听到 你媳妇能怀孕了吧 这个消息 能听到了吧 我想 哎呀 我就盼 我唯一的希望 要求就是能听到 媳妇怀孕 哪怕我死了 我也高兴 哎 不错 怀孕了 她那个什么呢 她还有十个月才生呢 我想 这十个月 我是什么变化 我能见着孩子了 盼望着盼望着 就在这盼望中 孔阿姨又一次吐血了 而且这次的量还比较大 老伴等她吐完 连忙将她搀扶回床上 并拨打了120急救车 她也没有想到 这次急救车真的将他们带到了希望之处 俗话说 山崇水赋 遗无路 柳暗花明又一村 经过急诊途径进入济南军区总医院后 急诊医生们先在急诊通报给孔阿姨进行了紧急处理 稳定了生命体征后 根据她的病情转入了孙自行主任所在的消化内科 根据她的这个病史 估计是一个 由于感应化引起了事关胃镜的去当破裂出血 为了弄清楚孔阿姨的病情 孙主任在为她做了紧急止血等处理后 又安排了必要的检查 通过胃镜等检查结果发现 孔阿姨的食道静脉严重曲张 有的地方的血管跟一串一串的珠子一样 血管的壁也变得很薄很薄 遇到稍硬一点食物的摩擦 都会发生大出血 休克 甚至死亡 查体发现她有很多是感应化的症状 她这次出血 她的方式也符合一个感应化 事关性脉去当破裂出血的一些症状 刚才我们给她做了一个胃镜检查 也印证了我们的初步判断 她的确是一个非常严重的 事关性脉去当的患者 静脉曲张是指由于血液淤质 静脉管壁脱弱等因素 导致静脉淤区扩张的现象 而使管静脉曲张则是由于肝硬化 肝脏主要的血工来源之一的 门静脉细缓压力过高 导致血液淤积在管腔里 就是使管静脉弱异常扩张的一种严重疾病 一旦发生使管或者是为静脉曲张 它的后果会非常的严重 因为压力升高到一定的程度 它就像咱们吹的一个气球 快要吹爆的那种状态一样 一遇到外界的刺激 或者是压力在进步的升高 它就会随时破裂 而引起陪射装的打出血 我们通常说这种疾病 就像一个定时炸弹 随时都可以爆炸 住进了病房 出血也暂时止住了 但孔阿姨和老伴的心 一点没有放下来 怀揣着这么个定时炸弹 他们害怕再听见 来了就止血 止血就出院 再吐血再止血这样的话 也害怕再次经历这样的事情 因为大盘大口出血的经历 已经让他们变得敏感而恐惧 其实就在隔壁不远的房间里 孙主任和他的团队 正在讨论着他这例复杂患者的病情 专家们结合他的病史 体征和各项检查 觉得他已经无法进行传统的内科 或者外科常规治疗 决定采用一种新的方法 将孔阿姨身上的这个炸弹去掉 我们决定给这个病人进行内经下的治疗 这个治疗的方法呢 相对来 其他的方法是比较新的一种方法 带着复杂的心情 孔阿姨又躺在了治疗床上 这次是为他进行治疗 这种内境下的治疗 是将曲张利害部位的食道静脉 吸入治疗腔内 然后像扎头发一样 将容易破裂的静脉扎起来 您看 这就是套扎圈 它是带有弹性的橡胶制品 当他将曲张的血管扎住后 就可以防止出血了 由于孔阿姨食道静脉曲张得非常厉害 孙主任放置了多个套扎圈 才完成治疗 刚才给病人做的是套扎手术 一共结扎14个点 所有的血管都结扎完毕 初血的部位也已经停止 效果非常的满意 一个月后 我们随科里的张博士 再次来到孔阿姨家 这时的孔阿姨 已经一改以往虚弱的病容 里里外外张罗着给客人倒水 连窗户上的红色窗帘 也被拉到了一边 说起改变 孔阿姨还没有张嘴 老伴就将手机递了过来 向张博士看他们外出旅游的照片 没有了炸弹的威胁 整个家里充满了欢声笑语 一颗小小的炮藤铁 竟能释放出如此大的威力 面对这个威力十足的小药片 我们又应该注意些什么呢 欢迎收看科技时光之 炮藤铁 你会吗 春天来了 万物复苏 这病菌也跟着万物自生 小鱼是一个公司版领 因为平时运动少 所以总琢磨着希望找到一个不感冒的好方法 碰巧他听说补充维生素C 能够增强抵抗力 预防感冒 于是他就每天冲一杯泡藤片 来补充维生素C 平时呢 这个工作忙 然后我也不太吃水果 然后就感觉这个泡 维C泡藤片的这个方法还挺好的 补充补充维C 小鱼口中的泡藤片啊 其实是一种含有维生素C的 类似药物一样的小偏剂 现在在白领当中非常的流行 他们觉得没事泡上几颗 即时上又可以提高免疫力 小鱼这泡藤片一喝就是两个月 可没有想到奇怪的事发生了 我最近呢 这个老牙齐出血 然后我就去医院检查 然后医生就说我缺这个维生素C 然后就奇怪了 然后每天都在喝这个维C泡藤片 怎么还缺维生素C呢 既然医生让多补充点维生素C 小鱼就想 是不是自己喝的剂量不够 所以才会出现牙齐出血的情况 于是他就从原来的每天喝一杯 变成了早晚各一杯 可奇怪的是 牙齐出血的状况是稍微好转一点了 但是小鱼却出现了腹泻的情况 咱们先甭管这维C是用来增强抵抗力的 预防感冒的 还是用来减少牙齐出血的 按理维生素C也不是什么坏东西 应该不会对人体造成什么危害的 可为什么小鱼喝了那么久 抵抗力非但没有增强 反而小毛病频出呢 就是我们一般来讲吃VC呢 不管你是食物中摄血 还是说从药物中 如果是量不大的话 是不会引起腹泻的 那么引起腹泻 可能是它超过了可耐受性 可耐受的最大摄入量 这个时候可能会引起伸透性的腹泻 可能会出现这些症状 维生素C呢 是我们身体必须的这个营养素 那么只要是我们不偏食的情况下 也就是说我们蔬菜和水果 按照我们人的需要量来瘦入的话 就不会出现缺乏的症状 如果我们能够做到均衡饮食 也就是说我们蔬菜和水果的瘦量 足够的情况下 不用额外补充维生素C这种药片 或者是这种保鲜品等等 看来一天两杯维生素C的补充 对于小鱼来说是过量的 而且尝试前喝也是不合适的 那为什么当初只喝一杯的时候 医生却说小鱼是因为缺乏维生素C 导致了牙龈出血呢 咱们呢就是大家经常能看到 有这个维生素C的泡盆片 那么它呢是一个 我们补充维生素C的一个 非常好的一个方式 但是呢这个维生素C呢 因为它的理化性是不稳定的 泡盆片呢我们在冲调它的时候呢 如果用这个温度低的情况下 可能这个维生呢 它不能很好的溶解在水里边 也就是说不能被我们很好的吸收 那么如果这个温度过高 也就是说到90度100度情况下 那么维生素C呢会被大量的破坏 我们吸收的程度呢也会很少 所以呢就是如果你要吃这维生素泡盆片 最好呢就是在50度左右的温开水 冲调这种呢是维生素C的吸收料 是最好的 带着医生的疑问 我们让小鱼按照平常那样 给我们冲了一杯泡盆片 果然它是用热水冲泡盆片 看来这服用泡盆片的讲究还挺多 那么泡盆片的正确服用方法应该是怎样的呢 下面我们就请清华大学附属第一院营养科的王大夫来告诉我们 大家如果喜欢用这个泡盆片的话 那么这个冲这个泡盆片呢是有一定的这个要求的 就是泡的时候呢我们要现喝现泡 不要放时间过长 如果时间过长呢 这个维生素C呢很快就和空气中的氧气结合会被氧化 另外呢这个泡盆片呢我们只能用温水来给它冲开了 维生素C呢它那个氧化性质呢是不稳定的 它遇到这个你比如遇到碱 或者是遇到其他的这个带有金属的东西 它都会使这个维生素C呢被破坏 比如说我们在冲调的时候不能用茶水 不能用其他的饮料 我们只是用温开水就是最好的 另外呢我们在老年人看护孩子的时候呢 不要把它当成一般的这个糖果这个片 就是当成这个糖来给孩子吃 因为这个泡盆片呢它进入到口腔里后 它崩解的时候需要大量的水分 另外呢它会产生二氧化碳 这样的话呢孩子呢它会口腔里面呢 有大量的气体产生容易引起的窒息 这个呢是很危险的 一片小小的泡盆片 真是能够有这么大的威力 可以致人窒息吗 王大夫是不是有点闺眼耸听呢 下面我们就来做几个小实验 一起考证一下 您看这泡盆片一扔到水中 就会不停的冒泡泡 其实这气泡呢 就是泡盆片分解的时候 产生大量的二氧化碳造成的 所以我们就先用同样是含有二氧化碳的可乐来作为载体 一起来看看加入泡盆片后的可乐会产生什么意想不到的效果呢 为了实验效果 我们准备大瓶可乐 然后往里面放入泡盆片 你看看 刚刚放入泡盆片 这可乐就喷入而出了 这其实就是因为泡盆片在可乐中分解产生了二氧化碳 而可乐本身也含有二氧化碳 所以在冲击力的作用下 可乐就喷入而出了 那如果把可乐换成温水 泡盆片还能产生那么大的冲击力吗 为了能让实验效果更加明显 我们来做一组对比实验 第一次用温度稍低一点的温水 首先我们先将几片泡盆片放进杯子里 然后倒水 迅速地盖紧杯盖 随后迅速地跑开 泡盆片能不能将杯盖冲开呢 会发生爆炸吗 咱们拭目以待 二十秒钟之后 杯盖真的被冲开了 这一次我们用温度高一点的水再试一次 同样是将几片泡盆片放入杯中 然后倒入热水 迅速地盖紧杯盖 并迅速跑开 没想到 这次只用了十秒钟左右 杯盖就被瞬间掀开 足足比上一个实验快了一半的时间 其实这也是因为泡盘片在热水中产生了二氧化碳 当杯子里的二氧化碳聚集到一定量的时候 就会冲破杯盖 所以我们在泡泡盘片的时候 一定要打开杯盖 看到这里也许有观众会纳闷了 这杯里的二氧化碳究竟有多少呢 都能够把杯盖给冲开了 那么下面我们再来做个试验 看看一颗泡腾片 究竟能够产生多大的二氧化碳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蜡烛和一个烧杯 把点燃的蜡烛用烧杯扣住 放在桌子上 一分钟之后 蜡烛熄灭了 接下来我们再点燃一根同样的蜡烛 并在它的旁边放上一杯温水 然后迅速地往温水里放入一颗泡腾片 并有一个大一点的透明碗 扣住蜡烛和装有泡腾片的温水 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竟然仅仅只用了20秒钟的时间 这根蜡烛就熄灭了 和刚刚那根单独放置的蜡烛相比 时间足足缩短了将近半分钟 而这都是因为泡腾片在溶解过程中 产生了大量的二氧化碳 因此导致了蜡烛的迅速熄灭 上面的这三个实验 都非常直观地向我们展示了 泡腾片的威力 看来这泡腾片的确不能够 直接放入口内 医生也并没有归言耸听 所以以后不论是大人还是孩子 在服用泡腾片的时候 都要非常的注意 一 选用玻璃或糖次内胆的杯子浸泡药物 不要选择塑料杯子 二 一般用100毫升到150毫升的水浸泡 待药物完全溶解或气泡消失后再饮用 三 用水不能超过80摄氏度 水温过高会使药物有效成分 部分或全部失效 四 不能用茶水或饮料泡服 因为会产生化学反应 生成有害的物质 五 要现喝现泡 放置过久后 溶解于水中的药物 会因氧化而失效 六 不应让儿童自行服用 严禁直接含服或吞服 七 储存时应注意密闭 避免受热或受潮 药物中有不溶物 缠电 血状物时不能够服用 家住北京市昌平区的张女士 生了一场奇怪的病 这场怪病一直持续了几年 只要张女士每晚一上床 就开始不断地咳嗽 清晨醒来 腰酸背痛 就像干了一晚上累活 而且身体也是奇养无比 后来竟然出现密密麻麻的 小红疙瘩 这令她着实着急 张女士多次到医院检查 可一直诊断是过敏和哮喘 不过既没有找到过敏源 也没有发现导致老损的原因 张女士甚至怀疑自己 是不是患癌的前期症状 这两年啊 我夜里老是睡过好觉 老是失眠 夜里打喷嚏 鼻子还痒痒 可难受了 到白天呢 可能比晚上就好一点 白天洗完澡呢 身上也痒痒 生活质量大幅度下降 这就怪了 嗷端端的一个人 怎么一上床就咳嗽不止 身上起痒呢 而且病人就是好几年 对病症 各个医院说法不一 大部分还认为是过敏 尽管抗过敏的药也吃了不少 可是这么长时间严重的过敏 还是非常罕见的 于是张女士就怀疑自己 是不是吃了某种食物 导致的过敏性反应 但仔细想了半天 也没有发现什么特殊的地方 于是她就开始一种一种的事 看看能不能从食物中 找到过敏的根源 开始我以为啊 吃这食物引起的 我这些生成不舒服啊 各种情况啊 后来我吃了几次之后 发现不是 而且我还发现呢 我出去到外了以后呢 就身上就比较舒服 呼吸啊 各方面啊 都都都都挺好的 等于我要从外的 回到家里 我就觉得啊 我身上就是不舒服 好多病了 就都上来了 每次鼻子堵塞 再加上全身齐痒的时候 张女士都觉得自己快不行了 但事情的发展 远远没有这么简单 当吃药打针 人不见好转的时候 一件更可怕的事情 发生了 这天夜里 张女士梦中觉得口渴 到处找水 在沙漠里面迷失了方向 突然 黄沙漫天 沙子要把张女士埋住了 她突然被吓醒了 惊起之余 张女士准备起床喝点水 突然打了个喷嚏 紧接着腰一疼 咣当一声 就坐在了地上 这次疼的呀 真是冒冷汗 我真是心里没苦了 我真以为我的腰蛇了 她想爬起来 腰雀怎么都使不上劲 她在地上坐了好一会儿 才能动弹 老话说 乌漏偏逢 连夜雨 这几年 张女士的身体怪病不断 受尽了折磨 那么 导致张女士怪病 缠身的元凶 究竟藏在什么地方呢 这天 张女士的侄子小李 来到了她家 张女士把前因后果 一一向小李道出 小李是个环境监测师 她觉得 既然查不出任何的病因 那肯定与环境有关 小李分析 如果说和环境有关 那么最直接的 就是花粉过敏 阳春三月 正好是各种落叶植物 发扬季节 也有不少先开花的植物 但想到这个小区 张女士 已经住了几十年了 小区也没有新添 什么植物 而且 张女士告诉小李 为了检验 是不是植物引起的过敏 她还特意关门 闭窗好几天 症状 也没有减轻 所以 小李分析 植物引起的过敏 可能性 还是比较小的 此时 小李的眼睛 又徘徊在家具上 那么 会不会是家具 油漆引起的呢 虽然家具比较新 但也用了差不多一年多了 而张女士说 这过敏症状 已经有好几年了 那会不会是 衣服引起的呢 也不会 小李知道 张女士是一个 爱干净的人 别看这些衣服 穿了很多年 但个个都很整洁 而且小李看这些衣服 大多数是纯粘材质 应该说 也不会对身体产生危害 这也不是 那也不是 那到底是什么呢 这让小李和张女士 犯了难 一上床 就是最难受的时候 然后呢 鼻子也干 嘴也干 就上不来气 身上不舒服 登到早晨呢 早上起来 睡完一宿吧 觉得身上发紧 这腰尾疼 我说早上起码 得活动 活动一两分钟 才能缓过来 刚才我进来 我看了 我姑娘家 这个家具 油漆 衣服 我检查了 什么毛病 唯独 一件 陪伴她 时间最长的 我姑娘说 躺下 这个身体 就是不是 肯定这个 就是她 到底是什么 在作怪呢 小李毫不犹豫的 把目光 锁定张女士家的床 正如张女士 所讲的那样 每天躺在床上时 身体不适 最为严重 那么也就是说 是不是张女士家的床 有问题 但床引起的过敏 较为显见 一个普通 不能再普通的床 又有什么问题呢 这不禁让我们 也觉得诧异 那么 促使张女士 一直以来怪病 缠身的原因 是这个不起眼的床垫吗 会不会是有老鼠 或者是蟑螂 在里面坐窝了呢 或者死在里面了呢 在排除了 其他可能性之后 张女士和小李 还是决定 把床垫开个口 看看床垫里面 是否有问题 这床呢 是我去年新买的 这床垫呢 我用了十多年 一直都用它 睡着也挺舒服的 我也没清洗过 所以我也没打算换 挺浪费钱的 睡着也挺好的 小李 把床垫的其中一个部分 剪开 再把床垫里面的部分 也同样剪开 眼前出现的情况 让他们大吃一惊 刚才我把这个床垫打开 太脏了 而且里边的弹簧 都秀得没法看了 打开的同时 我闻着这个 这个异味 从这言语说出来 要刺鼻子 表面上干干净净的床垫 里面竟然变得又黑又黄 海面上全部都是小孔和渣子 不仅如此 再看看弹簧 秀极斑斑 从剪开的口子上 也闻到一股十分恶心的气味 床垫里边各个角落 它滋生的细菌和满虫特别多 而且它用这个床垫时间也特别长 肯定了 平常睡觉的时候吧 我也没觉得这床垫有什么味儿 我那个床垫上头呢 我都铺着这单子 经常洗经常晒 我睡觉的时候呢 这有单子隔着呢 他女婿说他再脏吧 他怎么会把我弄成这样呢 一般情况下 正常人的睡眠时间 一般保持在七个小时左右 在睡眠过程当中 床垫决定了人的身体状态 太硬和太软的床垫会使人体脊椎变形 让人越睡越累 甚至引起脊椎病变 肌肉劳损 此外 人体的温度 人体散发的水分 为细菌和满虫的生长 创造了良好的生存环境 调查员就发现 床垫 枕头 被褥 是家庭当中细菌满虫最多的地方 这个女士的 她这些表现呢 都是一个过敏性的一个表现 她这个床 睡的时间比较长 尤其用那种床垫 就是比较厚的床垫 它是很适合于这个 小满虫里的那样的东西 在里边繁殖的 她又没有及时地打扫 没及时地去曝晒 我欢迎分析这个病人呢 这是一种叫满虫性的过敏 就是它的过敏源是满虫 满虫是一种肉眼不易看见的 微型害虫 种类很多 它们只要分布在家里的地毯 坐垫 毛绒玩具 被褥 床垫和枕心等处 以人的汗液 分泌物 脱露的脾气为食 繁殖速度极快 而在张女士家里 她的床垫里面 早已成为满虫窝了 这张床垫 已经成为疾病的渊源 只能是扔掉了 但是扔掉容易 那么到底要怎么挑选 适合自己的床垫呢 怎么选才能选择一个安全舒适又健康的床垫呢 应该从以下三方面去选 一是闻 闻它的气味 一个好的床垫是没有任何异味的 那么如果一个床垫选用的是劣质的材料 那么生产出来的床垫就会有异味 甚至有甲醛的味道 有本粉的味道 那么二是适 怎么适 你可以躺在床垫上 看一看你的肩 你的臀 你的竹根 是否有适度的下陷 腰部是否有承托 只有这样的床垫 才是舒适的床垫 三是了解 了解这个床垫 它的材料 是由什么样结构构成的 那么这三方面你都做了选择 你才能选择一个适合你的好床垫 近年来 随着科技迅猛发展 烫菌 防满 防镁 3D材料等新发明新技术 不断被引进床垫和紧距的生产当中 有的还添加了磁疗 远红外 负粒子等功能元素 营造出适宜人居的生存环境 同时给我们的生存品质 健康水平和幸福指数带来积极的影响 经过多方面的了解 小李带着张女士挑选一款适合自己的床垫 现在张女士的咳嗽 鼻子堵塞 腰酸背痛的症状已经基本上消失了 皮肤上经常出现起氧的现象 也在逐渐的消失 晚上的睡眠质量也比以前好了很多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中大部分人对床垫都有一种错误的认知 可是您知道它会对您的身体造成哪些隐患吗 长距是一个软的床垫 到这里腰痕 咱们人的脊柱 有四个身体弯曲 颈椎的弯曲 胸椎的弯曲 腰椎的弯曲 底椎的弯曲 正好是两个向后 两个向前 但是人的正好这样一个 成这个S型 什么样的垫子最好呢 就是在这个垫子上人睡觉 是脊柱能够得到一个充分休息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是最好的 如果说你垫一个很厚 尤其又很软的床垫 它就会塌下去 这样的脊柱呢 不仅不能维持在这个正常的生理趋度 它会出现反张 这样的实践长了以后 就是出现一个脊柱的叫反驱 尤其像颈椎 像腰椎 就会出现反驱 如果参生了反驱了 这样呢就会出现 等身啊 像有些腰颊肩突出啊 颈椎病啊 这一类的病 就会诱发这一类的病 所以说呢 另外你也会感觉到 我睡一晚上 我就很累 很不检发 这就是一个床 不好 看来 大多数家庭在选择床垫上 都会或多或少的威胁着自己的健康 这下 您还会忽视自家这个不起眼的床垫呢